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源唐善书 经典的智慧 主著先佛为南海古佛 南海古佛将 诗曰 燕作身亭品牧羊 阶前残照应离墙 霞光蝶舞田园绕 不与他人论短掌 盛世无今日降著 经典的智慧 第九章 那先比丘经 佛陀否定有意不变的灵魂存在 但又说有五道或说六道轮回 因此许多人质疑 没有灵魂 那到底是谁在轮回 中阿涵第二空心原意经 插地经中记载 有一位原为余夫儿子的比丘 名叫插地 他就认为事实在轮回 其他比丘们知道了 即前往插地比丘住所喝泽 他说 你不要这样说 不要诽谤世尊 世尊不曾这样说 世尊运用各种方法 都在教导我们实为因缘所生 离开因缘条件 就无所谓的时 你应该要马上舍弃这个不正确的知见 最后 插地比丘在佛陀的教导下 终于了误正法 佛陀入灭约三百年后 弥兰陀王又以类似的问题 向那先比丘提问 那先比丘经记载 弥兰陀王问 人死后是谁出生在下一世呢 那先比丘言 是明与色与来生相言再生 明及事五蕴中的兽 想 行 识 色即事五蕴中的色 王言 是原来那个人的明与色去投生的吗 那先言 不是并不是原来的明与色投生到下一世 应该说是前生的那个人造作了善恶业 而相续下一生的明与色再生 王言 如果以这一生的明与色造下善恶业 下一生又不是以同一个明与色去轮回 那么作恶业不救可以不需受苦了 那先言 并非如此 譬如有人去偷芒果 芒果园主人逮到小偷 将他抓到陛下的面前说 此人偷摘我的芒果 小偷却辩称 我没有偷摘他的芒果 他当初种的是秧苗 不是芒果 而我现在摘的是芒果 跟秧苗不同 所以我不是小偷 不应有罪过 陛下 这两人如是争论 谁有理 谁没理呢 王言 种灾家有理 小偷无理 应为有罪 那先言 小偷为什么有罪呢 王言 因为有主人剥下种子 种苗才能成长茁壮 最后开花长出果实 那先言 人的轮回也是一样 今世的明色造下善恶业 来生就因此善恶业而生出新的明色 所以今生造下的善恶业就如同芒果树的种子 那先言 又譬如有人因冬寒在屋里生火取暖 随后因故离去 结果火势蔓延开来 烧毁了房屋及附近的稻田 农场主人将肇事者拖到陛下的面前控诉 但肇事者却辩称 我只是生火取暖而已 我没有烧他人的稻田 我留在现场的火与烧毁他稻田的火 并不是同一把火 陛下觉得谁有理 王言 当然是失火的肇事者无理 事故乃是因他而起的呀 那先言 又譬如有人以金钱去下聘人家的小女孩 后来小女孩长大 又有他人来娶此女子 前家则问 你怎么可以娶我的未婚妻 后家说 你聘的是小女孩 我娶的是长大后的女子 女孩与妇女不同 便相牵至陛下前平礼 陛下觉得谁有理 王言 前聘家有礼 那先言 又譬如有人持平 去牧牛家买牛奶 装好牛奶后 暂放在牧牛家 过一段时间来取牛奶时 牛奶已发酵成乳酪 买家则问 养牛者 我既放的是牛奶 你怎么还我乳酪呢 养牛者说 是你的牛奶发酵成乳酪 两人征送香签 来到陛下前平礼 陛下觉得谁有礼 王言 养牛的人有礼 那先言 人的轮回也是一样 今世的名 色造下善恶业 来生就因此善恶业而生出新的名 色 所以今生造下的善恶业就如同发酵成乳酪前的牛奶 人因为愚昧无知而造作诸业 所以不能得到解脱 王言 那么今生的那先比丘死后会有下一生吗 那先言 陛下所问的问题 我前面已经回答过了 如果我还有贪爱 就会有下一生 如果我已无贪爱 就不会再有下一生 故 由此经中可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再生的身心 虽不是原先的那具身心 但却是由它而来 从经典学习到的佛法要应用在生活中 彻底改变脾气毛病 如此一来正果有望 希望此善恕可真正帮助到所有修子 望大家可以求修大道 亲口吃素 持戒功德大于不失功德 望大家要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与超把祖先与有缘混到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可永托轮回 浩天子寿灵修院可正入 弥勒净土内愿超越生死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一百二十天 拱恒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拔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抄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摩米勒净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小身旅行 那么今天就像个落人家 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时优租采之后 工作降线于明儿猎均从中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